这节课我还是画一个 用头青画 头青就是用头青去染树 但是我还要用墨稿子先去给它 画个轮廓 我 采用的构图是 枝子形 就是那个 枝子形 就是这个 上面点一个枝子 枝子形构图 我现在去蘸这个浓墨 一般 那个带颜色的 这个山雪花 这个墨色都是一般 是非常浓重的 要不然你这个 颜色是出不来效果 因为你是用的是 石青石绿 都是比较 石色的 所以说呢 你要是不用这个浓重的墨呢 我调的比较重一点 是属于重墨 然后先把树干画出来 树干呢 我是进出了树干 先把进出树干画出来 进出树干呢 我像写灯 你看非常浓 非常浓 不需要它阴太多 我现在是站在这画的 因为这个 要用力度 要用劲儿 先把主干从上往下画出来 你看我这笔线的分刺 就是要的感觉呢 你看 这个 很有意思 有种出来一种特别 特别的特殊的效果 有时候就是画 画这个山西画就是 为什么越画越有意思 就是这 它会出现一些比较特殊的效果 这个你看就开始 分刺 分刺嘛 切一点 因为我需要前面这个树干呢 需要非常重 非常浓 所以说我就要用了一些比较稍微重一点的 把主干 像是主干 树分四只 对吧 前后出只 这个我们大家都 以前讲过 出这时候不要太快 慢一些 另外这些直干呢 要注意它的形 注意它这个 它们之间的这个什么呀 空白 就是 就是 尽量的去推 就是好像跟它推不动似的那种感觉 注意这个穿插了这个之间的空白 空白 因为我需要前面这棵树是一定要重 所以我都用了非常重的墨 当然这个重墨也是要有变化的 也不是纯的黑的 是也有变化 那它会出现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效果 一定要有收笔 提笔收笔 这个是必须的 如果没有就非常不好看 就互相了穿插 要有穿插的 鹿角树啊 这是鹿角树 看 都是鹿角树 有些空白是要注意点 像这几块空白 就空住它前面 花这种树就注意它这个空白 这是最高点 这是最高点 然后我们就这个就不要太高了 这也是个空白处 这也是个空白处 这是木骨树啊 这不是双弓了 就直接就是用墨画 因为为了让它凸出来 就是比较凸显 我画这些树干的时候 很用劲的走 很有力量的 比较有力度去画它的 这是前面这棵树 前面的树 你看它的外形 要这样 像扇子形 像扇子形 这边还没分完呢 好了 这是第一棵树 第一棵树 注意它这些 枝干穿插的 这个白的留白 要留着它 不能全部给它涂满 因为还有后面的树 后面的树要稍微低一点 墨色呢 也跟它稍微有区别一点 再画后面的啊 这个煮树干呢 稍微怎么样呢 就是粗一点 但是这个 这个树干就 不要太粗了就 就好给它变起来 你看把它这个 空白处给它 填住 但是不能填满 这个要留白 其实大家仔细看 它这个墨色 还是有变化的啊 不是说 全部是黑 黑的一起 注意这树干的穿插就行 再来啊 这是第二棵树 要低一点啊 要低一点 不能太高了 然后接着我们画第三棵树 第三棵树 你看我说了哈 凡是三棵树 三个东西就会有聚散离合了 就会有变化了 两棵树还不是太明显 是吧 两棵树就不会有这个 你看这俩树挨得近点 这棵树就稍微离它们远一点了 这就是变化 这就是变化